坐着 先吃点东西吧 她一会就回来 玩了 你还真生气啊 有你能闹着玩的吗 我今天算是看清你的陆佳佳 你就是一见色妄艺的臭姑屎 我要真见色妄艺 我也是见你的色 我那江峰的一样 你可比他帅多了 别以为说两句漂亮话 就能糊弄我啊 想得美 我跟你用着屎这趟吗 我说的句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你跟江峰比吧 虽然 阅历没较深 气势也不如他 但是你嘴巴多 有洁癖 还强迫症 不 心潮软 还有特多优点 我都特欣赏 平时抬杠归抬杠嘛 那越抬 港琴越深 你懂得 你懂得不认识吗 小爷 我气势上也不输他 我也就是学习比他差点 那也是因为我治不在学医 对 你治不在此 你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你别废话 够带什么吃的了呀 我都饿得香了 你真喜欢呢 好肉味 陆佳佳 我刚才吃了什么呀 烂面条啊 您觉得我吃了那碗烂面条之后 还能吃得下这玩意儿吗 对不起您 我就出来太急 想着不够粥去 什么时候想粥全国 永远手比脑子快 还疼吗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再敢弄伤我 一蹭我就扒了你的皮 行行行 不管 干 好吧 回去给我弄点吃的 走 快不管 快 不要 这都没错 你别人 不是 你自己脚爱脑 还怪我 我 不听话到处乱跑 你还是没尊重遗嘱啊 师哥 我是 他把胎给折腾病了 所以才下去的 你说得对 小林 非常使气 别耍孩子气 我可不想同事 照顾两个病人 更何况我不希望 自己的失地 出什么闪失对吧 想你先进去休息吧 今晚我打地铺 你是沙发城 不用 我摔地上 你摔沙发 很疯狮 天겠�的 你有干吗 不管什么 不关你事 皮靳 本ann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谢谢 水煮当然最有营养 谢谢 最后一个留给病人 我也要补充营营 你 往哪儿去 幼稚 吃早饭不叫我 还在这儿嘀嘀哭哭的 做得心虚啊 合着我俩就跟那大喇叭对着你喊呗 这边寻思您忙了一宿 让您多睡会儿吧 是 你啊 这精力太旺盛了 我是为你好 我是在保护你 我谢谢你啊 我那布盖得好好的 招你惹你了 你不知道啊 那风一吹呢 那布就掉了 然后你这肩膀就露出来了 本来露出来也没什么 可嫁不知有的人呢 一直在那儿盯着看 我特意从他床头观察了一下 那实现好极了 我可不像某些人啊 对这方面这么感兴趣 是吗 我就是怕有的人呢 眼里看着肩膀 心里存着歹念 嘴上什么都不说 心里指不定憋什么坏水 就算我心里憋着一肚子坏水呢 你挡得住 我怎么 天气不错呀 师哥 你刚刚跟我说那个是真的 还是就是吓唬吓唬我呀 哥 我也别含蓄了 直接问吧 你跟佳佳 到底有没有发生点什么呀 你要不说我就一直查着你 你也管看书了 行 那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问 你喜欢佳佳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我知道了 我说什么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 我要不喜欢她 能玩到现在吗 知道了 行行行 你知道了 那我是不是也该知道知道 我说了你又不信 可以直接去问佳佳吧 我好像也知道点什么 什么就知道了 我还不知道 là 我还不知道 là 不得不敌头 不然连屋檐都没了 师弟 走了吧 等等 给我买套房 现在就买我历史的房子 立刻就要住 行 在咱们来 就在我跟卢佳佳被隔离那小区 地址我带着发给你 不是 大哥 你告诉我 现在隔离着你 让我咱们买房 周总 哥劝你一句 消停点 别闹腾了 咱那钱啊 还不够你造的 挂 没有骨折 也没有皮外伤 那倒行 不是 他又不能去医院啊 这非常实习你别任性了 咱们医疗次元 也是 像你这么心命的人啊 出什么事啊 肯定吵着去医院 就是多嘴一问 要不要帮你病敷一下 黄鼠王给鸡拜您 还有精神头怼人 是没事 还是更疼他 走 就会写下 尝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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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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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 好 你还吃饭 说 堂 是我 邻 moral 貓 ном 回来又是 算我能带谁靠我纪念 就找谁麻烦 人家江峰是个招你惹你了 变态 走 你要干吗 现在房间动静不对 女士闺房非请侮辱我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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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哪儿不舒服 多伤你给受了 对不起 多管我好 我该死吧 晓晓 起来先把药吃了 晓晓 晓晓 还需要点什么呢 我在这儿陪你 念珠还想喝水啊 对 我早上回家 嗯 嗯 对 冰袋再拿几个 然后退烧药也不太够用了 放心 不是非典 就是商户区道感染 给我来一本儿童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别闹 给佳佳治病咬尽 药这个就是给佳佳治病的 快点啊 老丁 你再看一下有没有十万个为什么 对 拿一把 卢佳佳小朋友 那我给你念十万个为什么 好不好 你知道蜻蜓为什么会点水吗 为什么呀 因为蜻蜓的暖是在水里孵化的 也有虫里生物在水里 这点水实际上是在产暖呢 原来是这样呀 那你知道蜻蜓的暖是在水里孵化了吗 那你知道蜻蜓为什么总在夜里嚎叫吗 为什么呀 这是种通讯信号 通过相互嚎叫呼唤伙伴 在蜻蜓的暖是在蜻蜓的 在蜻蜓期通过嚎叫寻找配偶 在蜻蜓时会发出尖细的嚎叫 呼唤妈妈 你知道河马为什么要潜在水底吗 累了 累了咱就睡呗 要金哥才能睡 晃了这场了 没药磁弹 你真是真乱 接下来 有请年孟雨小朋友 给大家演唱 雷毫之歌 大雷 要下雨 雷哦 下雨 要大三 雷哦 天冷穿眠 雷哦 雷哦 雷哎呦 天热神 山子只会救湿 这么简单 为什么会打雷下雨 为什么有冬天夏天 不知道的奥秘弯弯浅浅 只会简单又不简单 为什么会打雷下雨 为什么有冬天夏天 不知道的奥秘弯弯浅 worldwide 四宛折腾了一宿 你去睡会吧 我要弄 不用了 这是佳佳布置给我的任务 你跟佳佳为什么没在一起啊 我们俩一直在一起啊 从小到大就没分开过 别跟我壮糊涂了 不是我跟她在一起 跟没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喜欢佳佳 知道这兔子叫什么吗 年猪 你叫她一声 还答应吗 一只兔子 一只兔子还是我送给佳佳的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公平竞争 我跟佳佳这么多年感情 咱俩没法公平竞争 对你不公平 我劝你还是知难而退 你跟佳佳这么多年感情 你们不还是朋友吗 你都不敢承认你喜欢她 就别勉强了 我不说 是有我的原因 我知道 受过情感创伤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生 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什么 爱情的结局 无非就是两种 厮守或者分手 我能接受爱情的失败 但是我不能因此失去陆佳佳 那更好啊 你跟她做一辈子的朋友 永远都不会失败 谁说我们俩要一辈子当朋友了 我跟佳佳不用像普通情侣那样 还得整什么 追求啊 表白啊 我们俩之间就一层窗户纸 捅破了 皆大欢喜 那你怎么不捅破 物理看花的美 你这种俗人不得 词曲 杨幻 我被冲了 我被冲了 说白了还是不敢 你怕家当你只是朋友 根本没别的想法 别激我啊 我现在就敢跟他说 你敢吗 我当然敢 说什么 我是要交代在这儿了吗 我这一生我还啥都没有干的 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医生 我要是在这儿死 你别哭啊 不是因为你的病 你别想多 跟什么病什么的都没关系 那是因为什么呀 你们的表情已经出卖你了 我就是中招了 你们还想瞒着我 不是 是 他喜欢你 给年珠多喂点药 撞撞身体 也撞撞胆 又做什么药啊你 我高兴 吃饭了 师哥 哎 家家你不是最喜欢吃饭的时候看前世了吗 看哪个胎 你什么时候来的 拜拜 哎 七哥 你看我扮得像不像天使 金损是家 去看 像快 对对 肚子里又憋什么坏事呢 什么呀 单纯地庆祝你痊愈 家妖不能喝 对对对 那你喝水啊 咱们俩喝 师哥 这段时间我们同甘苦共欢们齐心协力救佳佳 要是没有你 指不定佳佳已经被关到格力病房了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铁丝 抱歉师弟 我酒精过敏 我也不能喝 考虑不住 喝饮料 喝饮料 干杯铁丝 铁丝 想想 初心就很大碳天气了 忙了咱们备一段 小学跟姐姐了 对吧 你才不懂呢 跟我哥哥说啊 有权就是有钱 没有权了 谁还会领你呢 你说是不是啊 来帮你洗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病刚好 怎么能麻烦你呢 师哥也是 你做饭已经很辛苦了 你们俩快歇着去吧 徐哥 那到底怎么了 可能受了刺激良心发现了 良心这东西他有吗 对不起啊佳佳 我待会儿 你愿意 收音